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营养要均衡 各种微量元素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首先你的热量也得吃够 再就是说是运动 运动为了让我们的洗肠代谢比较正常 就搞成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 然后的话运动本身也可以控糖 增长肌肉这些东西都对控糖都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总结了这个叫END模式 英文叫exercise, nutrition, diet 实际上就是锻炼,营养,饮食 对吧,就是这个顺序也就是正好凑成一个英文单词叫END ENDEND就是结束的意思 所以我总结说Let's end diabetes 就是说让我们干掉糖尿病 对吧 但是我现在也意识到说 其实很多因素的话更为重要 无论是从个人的层面 还是从一个很大的社会的层面上来讲 非物质的因素其实也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人的心情 对吧 其实我们的心情的话 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 我们内分泌的话 七种激素的话 只有一岛素,一种是叫糖的 其余六种都是生糖的 你如果心情不好 比如说很愤怒,很激动 你不光影响到你的血压 也会影响到你的血糖 比如说心情紧张 其实都是会有影响 所以心情你好像说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但是的话它对我们身体实在是有 其实很大的影响 对我们这个健康 它影响到不仅仅是说一个情绪的健康 心理的健康 它其实直接通过影响我们的内分泌 也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糖 血压这些东西 心情当然也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是吧 如果你一个人攒断反侧 着急,忧虑什么的 伤心什么,睡不着什么的 这其实对健康也是有直接影响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 心情不好的人 有的人他有什么事 负面的情绪 他压抑在心内 他不抒发出来 这种人的话 研究发现他们往往还很容易得癌症 对吧 其实说明的话 一个负面的情绪的话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影响 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严重 它这个程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挺高的 再说一个事就是自律 对吧 一个因素 自律 你说像自律这种事情的话 你用花钱买吗 不用对吧 但是自律这个东西 真的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 对有的人来说 他就是花钱他都买不到 他也可以说是一个无价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用价格来衡量 但是它对我们的价值 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吧 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对健康来说 所谓管住嘴也迈开腿 对吧 那你这个自律你能做到吗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自学 积极的学习的这么一个态度 这个的话 同时你要有一个开放的心胸 对吧 有人就是灌着一脑子成见 一脑子的垃圾 他那些东西都是过时的成就的东西 他拔不出来了 他看到所有新的东西 新的知识 他都一律是排斥的 一律是怀疑的 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非物质的东西 但是呢 就会影响你去接受学习 这些有效的 是吧 空糖方式 虽然说不用打针 不用吃药 你说 他说不用吃二甲双瓜 不用打胰岛素 你是血糖是怎么控制的 经常救生功法 你血糖这么好 是不是吃什么药了 对吧 这个还是好的 你一天一问这个问题 你去不愿意了解 有的人说不用打针吃药 骗人的 那没办法 你跟他就没有办法 做进一步的交流了 对吧 其实长时间 这个食剑低碳饮食 甚至像周围的朋友 推荐什么这些 这些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觉得说为什么很多人 他们这么排斥低碳饮食 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里面甚至会包括 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个人的习惯性思维 真的是阻力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的话 也是见惯不惊了 反过来也说 实际上是这些非物质的因素 是吧 影响了他们 阻止了他们 去接受一个有效的 这个空糖方式 接受一个有效的 生活方式的干预 其实有效的办法 有效的方法 并不是没有 关键是说 你怎么样去寻找 并且得到 还去学会 这些方法 这个的话 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胸 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对吧 还要有自学 自律的精神 这些的话 我觉得 是你获得 有效的空糖方式的一个先导 一个先决条件 至于总体上的话 人的一个心情 是对我们的健康 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怎样维持一个好的心情 我觉得又保持一个生活 对生活的一个乐观 跟宽容 这么一个态度 你凡事的话 你不应该说 太过于斤斤计较 是吧 一天到晚的话 计较自己 跟别人进行攀比 然后对别人的 对你的一些冒犯 是吧 这些都免不了的 磕磕叛叛 无法使怀 不肯原谅别人 什么事 都是在心里边 不断地 背上心理的包袱 对吧 那这样的人的心情 怎么会好呢 那么他反而 久而久之的话 就会影响到他的健康 对吧 他对当时 可能有一些心理上的郁闷 睡眠上 一些问题 精神上的一些压力 长期下来的话 对心理健康 可能就会有比较 严重的影响 所以对别人 跟人交往的话 有一个比较相对 水和宽容的态度 然后有一个 开放的心胸 这样 有一些 起码有一点狐朋狗友 是吧 可以在一起 交流 抒发 对 把心结打开 这样的话 对自己的心理健康的话 身体健康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还有一个 就是说 信仰的力量 对吧 当然就是说 有各种各样的宗教 什么的 尤其是劝人向善 对吧 劝人宽容 这样的话 能够 真的是听进去了 这些人的话 对他的健康 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像这样的人的话 他就不会太多的负面情绪 他比较宽容别人 比较乐天之令 随遇而安 是吧 这些的话 其实对健康 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他这样 对别人的一种宽容 对家人的一种爱 是吧 然后的话 互相的关爱 也会让人处于一个比较正面的情绪 这些的话 对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对吧 还有刚才所说的这些信仰 劝人向善的这些东西 只要人心态比较正面 比较阳光 那么的话 这些实际上对你身体 心理 各方面的健康 都是有好处的 我之所以发了这么多视频 文章 跟大家来分享的话 一个大概是一个同病相连的 这么一个态度 出发点 另外一个的话 也是一种推理及人的 这么一个情怀 我觉得的话 有这些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 而且就是说 也可以给大家节省很多的开支 同时的话 也可以免除很多身心痛苦 我觉得感觉自己有这个义务 让大家来知道 像这样的情绪的话 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种 真美的情绪 它也是一种博爱的情绪 这些的话 倒不是说 我是刻意为了健康 才追求这种情绪 但是这样的情绪的话 这样的心理的话 对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 现在对我们健康最大的威胁 实际上是慢性疾病 你像糖尿病的话 每年自死是160万左右 新冠疫情在中国 是吧 之前闹得这么严重 实际上也就死了几千人而已 在美国的话 他们管制不力死了80万 但是糖尿病是每年在全世界 造成160万的死亡 这还没有包括其他的慢性病 高血压 三高什么这些 心脏 什么这些 心血 心血管疾病 什么的 所以现在政府的话 实际上也对这个问题 是非常的重视 2017年的话 第十九大就已经提出来 健康中国 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 国家又推出了 《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提出每个人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所以对我们健康影响最大的人不是别人 这是我们自己 也都不是医生 因为上医治胃病 怎么样才能治胃病的话呢 要靠自己 在这个慢性病发生之前 要用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克制住它 所以这个时候 往往是这些非物质的 无形的东西 来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要自律 对吧 要吃的健康 要生活的健康 要有自学的态度 一个学习的态度 不要抱残手缺 要根据实践 实践出生制 来学习一些 更新更有效的健康知识 还有的话呢 就是保持一个积极的情绪 生活在这个亲情友情之中 是吧 然后让这个社会充满爱 这实际上的话呢 对健康 都是有很积极的正面作用的 一个有正能量的人 往往也是一个健康的人 总而言之呢 我们不能只重视 有形的物质的作用 对吧 我们也要重视 这个无形的非物质因素的作用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观 好了 跟着青华大叔 随心所欲 轻松碰糖